10月19号,中共二十大举行第三场记者招待会 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围绕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主题,与记者交流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颖柏介绍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二十三次提到了法治 充分体现了对于法治工作的高度重视 截至今年九月底为止,现行有效法律有293件 行政法规有598件,地方性法规有13000余件 十年来制定和修订了159部中央党类法规 司法机关85%的人力资源集中到了办案一线 人均办案数量增长了20% 结案率上升了18% 一二审裁判生效后,扶判吸塑率达到了98% 司法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续提升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以及大法官贺荣表示 新时代的十年,人民法院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 就是我们这个案件数量 从2013年的1421.7万件 上升到2021年的3351.6万件 那么检案标的额将近50万亿元 在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上下功夫 强化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许甘露介绍 中共十八大以来 扎实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有力地捍卫了国家安全 维护了社会安定 保护了人民安宁 我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 刑事犯罪率最低 枪暴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 每十万人的命案是零点无期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提升 2021年根据国家统计级的调查 安全感达到了98.6 较2012年提升了11个百分点 当今中国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许甘露强调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持续安全稳定 这两大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坐等得来的 公安队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十年来 全国有3799名民警英勇献身 5万一名公安民警光荣护伤 充分彰显了公安队的队伍 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 直化公正 激励人民的政治本色 堪称新时代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 一级大检察官童建明表示 新时代检察工作实现了职能重塑 机构重组 机制重构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刑事案件数前羁压率从2012年的69.7%下降到今年前九个月的28.3% 这充分体现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办理昆山反杀案等一批正当防卫有影响性的案件 向社会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 鼓励公民建议勇为弘扬社会正气 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左立介绍 中共十八大以来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未来将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立场远的保障作用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立法工作的 新需求新期待 坚持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 问孝于民 我们也将进一步建立健全 行政立法的基层联系点制度 积极运用新媒体 新技术 拓宽社会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 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工作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不断健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 必备的法律制度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